娜莉阿姨 您好 这是爷爷给您的 谢谢你们 稍微等一下 来 阿璐 这是给你的礼物 我吗 礼物 谢谢娜莉阿姨 哇 是糖果 草莓味得好好吃 吃了糖 回到家一定要刷牙 好的 阿姨再见 路上小心 酸酸 甜甜 柠檬味糖果 酸酸 甜甜 草莓味糖果 好漂亮 阿璐 得赶快回家了 阿璐 快下来 快 对不起 对不起 来 你要吃这个吗 来 不行 河马是食草动物 不能吃糖的 现在回去吧 旁比草好吃多了呢 吃的 快吃吧 特别好吃呢 嘴巴很大呢 再多给你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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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吃吧 好吃吧 阿璐 阿璐 要睡觉了 快去刷牙吧 我想刷牙 我想刷牙 不行 吃了糖之后一定要刷牙 快来 阿璐 这么快刷完了 好好吃啊 好好吃 阿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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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睡觉也要吃糖啊 得快去刷牙 好疼 看来是因为吃了糖就睡觉才这样的 刷牙的话很快就好了 小心 好疼 可疼 怎么办 小河马也吃了糖呢 怎么办呀 应该不要紧吧 今天吃什么点心呢 糖 软糖 焦糖 来 瞧一瞧看一看 世界上最好吃的糖果 和香甜的焦糖 Q弹的软糖 入口即化的巧克力 哇 看起来都好好吃 我挑不出来了 那是什么 好像赫妈也知道这里的糖好吃了 难道 要吃光我的糖 不要啊 这个不行 我也要吃的 不行 快走开 你小子还不快走 快走 快走 我们能不能去看看小河马 你想和小河马一起玩 不是 不是这个 其实 阿露给他吃了糖 阿露 露露 出大事了 真的出大事了 超级超级超级大事件啊 什么事 河马现在闹翻天了 把糖果摊弄得乱七八糟 还把饼干和糖果吃了个轻光 然后还跑到精灵们的家里捣乱 我们的 河马来了 不要 不要 太大了 不要啊 不要啊 不行 那是我的糖 不要啊 我的 怎么会这样 好像是病了 河马 你没事吧 都是因为我吧 因为我给他吃了糖 我们问问精灵医生吧 我 学宰精灵露露 我就去请他过来 拜托你了 露露 我来看看 来 吃了很多糖吧 牙引肿了很多 还有了蛀牙 医生 那该怎么办 我来看看 用这个牙膏 仔仔细细地刷牙 就会好起来的 谢谢医生 小河马 刷牙准备工作都完成了 要刷牙的话 得张开嘴 不然的话 要是全烂了 那会更疼的 为什么不张开嘴呢 看来是不想让我们看到他生病的样子 得想办法让他张开嘴 相信炫采精灵露露吧 怎么样 河马的嘴再怎么大 也比不过我露露呀 小河马 好像生气了 怎么办 别生气了 河马 笑一笑嘛 对了 笑一笑的话 心情就会变好 怎么做呢 听好了 我们待会就这样 知道了吧 不是什么可怕的事 一起来刷牙吧 牙刷干净了就不会疼了 虽然刷牙很麻烦 但刷完就超级舒服 刷吧 好了 开始吧 梳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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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牙刷可不能吞下去 还好 还好 都是因为我 真对不起 我以后也会好好刷牙 也少吃一点糖 炫采精灵露露 一直都很会刷牙的 大家都在这里呀 给你们带来了糖果 我不要 我不要 不要 发生什么事了 结了厚厚的一层灰 有好多神奇的东西呀 吉吉 看 是放大镜 阿璐 这边我和吉吉来打扫 你整理一下那些小箱子吧 知道了 好了 就从这里开始整理吧 哇 披风呀 披风 浪浪看这个 裙子 披风变成裙子了 阿璐 别玩了 得赶紧打扫 爷爷也没有打扫 而是在看书啊 我只是看一下这是什么书 好整理而已 我不看了 来 开始打扫吧 要摔倒了 谢谢你 奴奴 这是爷爷以前用的帽子 哦 是我原来很喜欢的帽子 但是现在边缘都裂开了 得扔掉了 阿璐 要带一带 答答答答答 怎么样 嘿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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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哟 你这 我打算给农夫精灵的书 还放在这里 一直没看见 还以为已经送出去 居然在这里 爷爷 我帮您送去吧 我也要去 我也要去 哦 谢谢了 拜托了 早去早回 阿璐 把帽子摘了比较好 我不 多好玩呀 小心点 没事吧 阿璐 可可 没事 话太多了 西哥蝴蝶结好像有点勉强 好漂亮 就这么拿着 就像个花篮呢 对呀 把帽子做成花篮 拿着花就方便了许多 真是个好想法 奴奴 阿璐 这帽子可以给可可吗 那我要这个蝴蝶结 这个 漂亮 蝴蝶结家里还有 阿璐 阿璐就拿去吧 那我就先走了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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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上小心 可可 漂亮吧 漂亮吧 真的很适合你 阿璐 是吧 吉吉 阿璐 阿璐 要快点给农夫精灵叔叔看呀 一起走啊 阿璐 农夫精灵叔叔 啊 去哪儿了呢 去哪儿了呢 我在这里 农夫精灵叔叔 叔叔 这是哈姆爷爷给你的 叔叔叔叔 这个 这个 这个漂亮吧 真漂亮呀 但是 您为什么在这里呀 摘南瓜的时候 被藤蔓缠住了脚 然后就摔倒了 我去请医生精灵 稍微等一下 来了 来了 农夫精灵叔叔叔 我把医生精灵请来了 怪你没事吧 农夫精灵 谢谢你来了 医生精灵 医生阿姨 农夫精灵叔叔没事吗 啊 伤得不是很重 系上绷带 就会好的 来 怎么了 哎呦 糟糕 忘了带绷带 这可怎么办 哎呀 啊 阿璐 这个丝带可以给我们用用吗 啊 用丝带代替绷带就可以了 是啊 这样就行了 啊 丝带很漂亮呢 但是 老夫精灵叔叔生病了 真乖 真乖呀 阿璐 真乖呀 阿璐 现在站起来试试吧 我试试 哦 现在好多了呢 真的谢谢了 医生精灵 阿璐 阿璐也谢谢你 你们稍微等一下 阿璐 真乖 真乖 嗯 真乖 来 用这个代替丝带吧 哇 好大啊 谢谢 来 太重了 和我一起搬吧 我的我的我的神乌香 阿 穿着黄色的衣服 喝几瓶呀 我是南瓜哟 看到这个 爷爷肯定会很高兴的吧 爷爷要是知道 那顶旧帽子变成了这么大的南瓜 肯定会吓你跳的 是什么声音 去看看吧 啊 别哭了 总是哭的话 漂亮的脸蛋会变丑的 哪里 阿姨 出什么事了 唉 小精灵们肚子饿了 正闹腾呢 本来应该赶紧准备晚饭的 但是也不知道做什么 南瓜汤怎么样 哪里阿姨 天哪 是给我的吗 是的 南瓜汤的话很快就可以做好的 当然了 是因为小精灵们肚子饿了吗 肚子饿 谢谢了 那么我去煮南瓜汤 你能帮我照顾一下小精灵们吗 好的 来 又是送南瓜 又是照顾小孩 真是太感谢了 睡着了 睡着的样子像天使一样 真的太感谢了 阿姨 想报答你们 跟我来一下吧 好吧 哇 好厉害呀 好厉害呀 来 挑一个吧 都是我自己做的 都是我自己做的 怎么样 像个魔术师吧 漂亮漂亮 都漂亮 哇 好帅啊 爷爷爷带的话肯定很合适 啊 是的 是的 好帅 爷爷戴上肯定很帅 拿爷爷的旧帽子换来换去 才能收到它 那我们就把帽子给爷爷怎么样 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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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姨 美丽阿姨 我们要这顶帽子 真是个乖孩子 那就这样吧 呀呼 那里阿姨再见 哈鲁爷爷肯定很欣慰吧 爷爷 来了 爷爷帽子 是爷爷的帽子 快戴上快戴上 怎么样合适吗 好帅呢 但是吧 你们拿走的 好像是一顶旧帽子 怎么变成了一顶新帽子呢 这可都是脱了朋友们的福 是吧阿璐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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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